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12日 已經是 星期五了 我們看到 香港的局長 叫學生去學習阿拉伯語 其實我首先要問 他叫人家學習之前 他自己是否先學習 大家要知道 因為阿拉伯語 一定要緊密扣連的 就是這個伊斯蘭世界 他們說 由於 中國的一帶一路 經過很多伊斯蘭國家 所以 有很多商機 未來會有很多伊斯蘭的 投資者來香港發展 所以大家要準備一下 這是一個龐大機遇 當局要關注如何吸引更多伊斯蘭國家的投資者 落湖香港 究竟 香港人對伊斯蘭有多了解呢 除了IS之外 現在香港 最熟悉的伊斯蘭應該就是哈馬斯 首先我覺得香港這班官 真的是不學無術的 你自己有沒有學過 你自己有沒有了解過這個問題 對於香港 英文也沒有學好 你真的要學阿拉伯語 你現在的目的是甚麼呢 因為 英語世界可能不會再給你生意了 現在你要擁有這個阿拉伯世界 要跟 穆斯林人口 或者在伊斯蘭那裏爭飯吃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們了解過 其實伊斯蘭有很多規矩 例如 這個伊斯蘭教 他們規定只能夠用阿拉伯語去讀 當然 後來由於世俗化 很多地方開始出現了一個中文譯本 有英文譯本 有一個其他不同的文字的譯本 但是他們的 這個原教旨是不准的 一定要用阿拉伯語 今天你要學阿拉伯語 也有很多巧妙 因為 阿拉伯語 本身 有很多不同的謊言 在阿拉伯半島的南目部沿海 有很多種謊言 這些謊言通稱為南阿拉伯語 而南阿拉伯語和北阿拉伯語的差異 很大的 甚至乎他們覺得 是一門獨立的語言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他們基本上 好像是西非 有一個地方的謊言 叫馬格里布 跟中東的謊言 基本上完全溝通不了 他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只能夠通過 可蘭經 或者古蘭經 用這個裡面的書面標準語作為標準 才能夠溝通到 也有很多謊言 包括有埃及謊言 敘利亞謊言 以及伊拉克謊言 所以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謊言 你要學哪種呢 我想問一下 學有沒有標準的?沒有的 所以 本身阿拉伯就是一個十分之複雜的東西 你單純一個學阿拉伯語 那麼究竟你想學甚麼阿拉伯語呢 還有 究竟伊斯蘭的香港人對伊斯蘭的了解有多少呢 首先 你要吸引伊斯蘭的國家來投資 伊斯蘭 根據古蘭經和興奮建立的經濟體系 他們有一個獨特的經濟 他的運作是嚴格按照古蘭經的興奮教義進行 他的特點是要交納天貨的 而且借貸是不可以收利息 也不可以進行向社會索取回報的投資 你的投資有回報就不行 不可以給利息 依照伊斯蘭的法規 水源 森林 礦山 海洋 以及未開肯的土地 都是屬於公共資源 不可以由私人擁有 實際上現在阿拉伯國家全部都犯了 古蘭經的規矩 私人如果利用公共資源 必須要交納天貨 禁止壟斷和控台物價 油組 減產實際上就是壟斷和控台物價 目前伊斯蘭國家也出現了很多銀行 但是少量私人借貸仍然是遵守不收利息 尤其是嚴格禁止高利貸 雖然古蘭經認為貧窮和孤寡應該由社會負擔 但是因為現代經濟一坦化的趨勢 伊斯蘭世界也開始實行保險體系 他們也避免一些高風險的貿易活動 同時也不允許賭博等等這些產業 所以 杜拜他們也扔了很多錢出來搞杜拜世界杯跑馬 但是不准投注的 不准倒的 只是跑的 純粹是運動來的 根據《古蘭經》第二章275節 真主允許買賣 但是禁止利息 所以他們跟猶太人 是細成水貨的 因為猶太人是專放貴里的 專放高利貸 跟大家說一下天貨 大家知道 整個中東全部都是遵循伊斯蘭教的 其實他們 做的事是犯了 伊斯蘭教的 古蘭經的性分 結果他們 自然 就要交這個天貨 天貨 當然是屬於伊斯蘭教的術語 有潔淨淨淨的意思 也就是說通過交付這個天貨 令自己的財產更加潔淨 就是等於捐獻 他 其實就是有 五功 排第四 伊斯蘭教有五功 是念 拜 齋 貨 朝 貨就是天貨 在產權範圍裏面 可以轉化為窮人的份額 或者慈善的施捨 即是做善事 根據法律規定 伊斯蘭教規定 當穆斯林的個人 資產超過了一定限額 就應該按一定的比率 繳納貨稅 用於施捨貧困者 諸如此類 他所佔有的財產 才算是合法純潔的 而天貨制度 在公元623年就規定了 他們認為天貨是真主對那些 風衣足食的穆斯林人民的命令 指令他們 要將每年的盈餘的一部分 用來幫助窮人和有需要的人 這就是可蘭經的原意 實際上 可蘭經的原意 也寫得很好的 主要都是盜人向善 沒有人叫你 沒有人叫你做一些恐怖襲擊的事情 不過 我想香港這班官 絕對不會真的研究這些事情 甚至乎 他可能也不知道 信尼派 實業派的比例 其實信尼派的比例 是差不多佔了整個伊斯蘭教的七成半至八成 而 實業派是相對少數的 實業派只是 只是佔10%到20%不等 不夠20% 所以你看到整個中東世界 除了伊朗 是屬於這個 實業派 主要為實業派為主 當然 在伊拉克也有實業派的民兵 而也門胡塞武裝 是屬於實業派 但是 伊朗支持的哈馬斯 其實是屬於 是 是 是不同教派的 而 伊斯蘭國 他們也是信尼派的 基本上 信尼派和實業派 也是好像世仇 那樣的 大家如果不是搞清楚 很容易出事的 局長 你叫人家去研究 做伊斯蘭生意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搞清楚 你會不會 一陣子 一陣子 巴劫錯人 在信尼派 或者 人家 明明見你找了信尼派 轉頭你去找實業派 那怎麼辦呢 你會不會惹來殺身之禍呢 你會不會害死人呢 這些大家都要去注意的 因為 做生意 其實你是想求平安 求平安而已 沒有人想著要命出來拼命的 這群人 其實究竟 他們有沒有深入去研究這個問題呢 還是隨口說 國家說要做伊斯蘭生意 國家要搞一帶一路 我們去做 你究竟知不知道呢 還有 整個 很多穆斯林世界 他們 不是全部都是講阿拉伯文的 例如伊朗 他們是講波斯語的 當然 伊朗是中國的盟友來的 你們應該要學習 如果根據 你們的需要 你們應該要學波斯語 除了阿拉伯語之外 學了波斯語 不夠 因為還有一大群的 伊斯蘭的國家 是講特缺語的 特缺語系的國家 包括 土耳其 阿塞拜疆 其實 中國的新疆 都是 屬於特缺語系的 中亞有很多個國家的 血語系的國家 估計是有 八九個 這些國家 如果你真的要做伊斯蘭 金融 你可能要懂得三種語言 是不是 局長 究竟你到底知道這件事嗎 我覺得 局長可能也不太知道 當你叫人做之前 首先 做一做研究吧 因為 整個伊斯蘭世界是十分複雜的 不是你單純說 我們一帶一路 我們背靠祖國 我們有很多生意做的 大把商機 伊斯蘭的資金 伊斯蘭的投資者來投資 究竟是屬於甚麼語系呢 當然 其實大部分的伊斯蘭教徒 尤其是信奉 伊斯蘭教徒 他們通常都會懂得阿拉伯語 阿拉伯語 亦都可以溝通到 不過 他們如果常用 你去土耳其問一下 他們未必每個人都會說阿拉伯語 他們可能會用特缺語的 這個問題 真的要認真地去研究一下 你到底想做甚麼生意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搞清搞楚呢 你不要老點人 那些人 被你老點了 去到 不小心敲錯門 去了 敵對派系那裏 被人家割頸 你真的要負責人家 你不要善人 我們看到香港現在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西方國家的投資者 唯有轉戰去中東 遲些可能去北非 或是去非洲 或是南美洲 可以 跟南美洲的獨囂商談談生意 賭取了很多資金 剛剛阿瓜多爾被獨囂攻佔了很多地方 攻佔了那裏的電視台 差不多 整個國家被獨囂反轉 那裏有很多錢 哥倫比亞也是 整個 南美洲的國家都是 獨囂橫行的 他們有很多錢 你是不是需要呢 或者叫他們來投資一下 反正李家超也是 不是 犯罪的國家 你也不去的 伊朗也是首選 你是不是要學一下伊朗的語言 波斯語呢 我覺得 很多時候 官員本身都是一知半解 隨口說 你要學習啊 阿里巴巴語 然後你去找個 伊斯蘭的資金 到時候可能是胡塞武裝 真主黨 然後就是哈馬斯等等 來投資 其實香港 如果有資金來投資 我相信香港也會接受 反正也沒有什麼外資 那你就把黑馬斯當成外資 這段時間我們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讓你更加安全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